字幕志愿者 君彦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这个《物想祈祷》 其实物观和物想都是 静物的祈祷方式 不过两者有一些分别 简单来说 物想就是对象 通常是道理或讯息 而物观的对象 就是天主或者一些圣人 例如主耶稣说了一些天国的比喻 或者行了一个神迹 我们静下来就反复思量 这些比喻的内容 他的含义 这些道理对我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思 这种祈祷就是密想 焦点是在主耶稣所说的道理 以及是他所做的事 物观就另一方面 我们观看这个说了这些道理 行了这个神迹的主耶稣 焦点是在于这个人 可能我们物观主耶稣 当时怎样说天国的比喻 怎样行那些神迹 他的眼神 他的态度 他的语气 甚至是他的内心 我们去观望 做物观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把手上的东西放在一边 免得牵挂 如果嫌阻定的话 就连眼颈都脱上去 放松自己 到一个非常专注的程度 当然这种专注的话 通常会有松弛的附带条件 状态就是睡了觉 但用这个方法怎样去防止自己呢 可以慢慢数一下自己的呼吸 1到10 留意一下旁边有什么声音 有什么习惯 但如果当时你出现一些习惯的话 就不用担心 忧忧 不要跟他搏斗 慢慢这些习惯就会流走 做了这些使自己专注的功夫之后 就可以开始物观所用的圣经经文 带领者 通常的提示都是一个辅助的工具而已 如果你觉得太快 或者太慢 在物想过程中 有你自己的想象 或者在某处 你很想停下来 跟主耶稣聊天的话 这些都不需要理会的 带领那个朋友 是说什么的 睡了都没问题的 所以在中读的时候 中读圣经的时候 你们通常都要想象一下 当时的情景 包括地点、人物 然后想象自己都身在其中 密密地观看整件事的发生 甚至跟当中的人物 例如主耶稣或者门徒 聊聊天也可以 大家会根据经文的内容 进入时光隧道 由于自己自身其中 经历一切 当时的环境是怎样呢 想象一下 看到耶稣聊天的时候 你们可以注意一下 他的语气、表情 感受一下他的情绪 当你听到他说话 发现他的眼神很特别的时候 你看看自己的心有什么感觉 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是因为我们接下来的祈祷 就是用物观祈祷开始 为了帮助大家专注心神 请大家首先放下你们手上所有的一切物品 找一个让你自己觉得很舒服 很放松的坐姿 请大家闭上眼睛 慢慢地将专注放到自己身上 首先请大家 放松地感觉一下自己的头部 你的颈 然后将放松的感觉 放到自己的肩膀上 同时注意一下自己的呼吸 一呼一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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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将专注放到手臂上 再将专注放到手臂上 放松两只手臂 双手轻地放在大腿上 然后再感觉一下 贴在椅背部的腰部 一直落到大腿上 小腿上 最后感觉一下 贴在地上的脚板 根据一会儿我们所读的经文内容 大家会像发白日梦一样 想象当时的情景 又好像进入时光隧道 回到过去 并将自己自身其中 经历一下 一会儿我们会一起聆听 《约望福音》的一篇经文 然后会静默 在那些上来过节 崇拜天主的人中 有些希腊人 他们来到加利纳亚 贝特赛达人 菲利伯前 请求他说 先生 我们愿拜见耶稣 菲利伯就去告诉安德纳 然后安德纳和菲利伯 便来告诉耶稣 从经文中大家可以留意 那些要要求见耶稣的希腊人 他们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耶稣 耶稣开口向他们说 人子要受光明的时辰到了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物纸 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 才结出许多粒纸来 爱惜自己性命的 必要丧失性命 在现世 真恨自己性命的 必要保存性命 入于荣神 谁一侍奉我 就当跟随我 如此 我在哪里 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 谁一侍奉我 谁一侍奉我 我父必要尊重他 耶稣对安德纳和菲利伯 说论物子死亡 和保存性命的教训 及跟随祂的要求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耶稣的神情又是怎样的呢 如则那人 我负责 冇主浩 冇主浩 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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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天主经 感謝天主给我们的回应 亦都多谢他赐给我们这个祈祷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請大家慢慢打開眼睛 看看周圍的事物 和旁邊的朋友打個招呼